大家好,我们是新加坡瑞兴创意华文中心,我是宋老师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终极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《飞不起的小蝴蝶》 作者邓秀音,马来西亚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蝴蝶,蝴蝶 花儿开了,蜜蜂和蝴蝶在花上飞来飞去 有一只可爱的小蝴蝶在一朵大大的花里吃花蜜 蜜蜂 蜜蜂 花儿开了,蜜蜂和蝴蝶在花上飞来飞去 有一只可爱的小蝴蝶在一朵大大的花里吃花蜜 这只小蝴蝶睡在花朵里 它饿了就吃花蜜 没有做运动 很快的,小蝴蝶的身体胖得像一个小球 这只小蝴蝶 有一天,小蝴蝶想回家了 没想到,它的身体太重了 飞不起来 小蝴蝶掉在地下 它大哭起来 身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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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天,小蝴蝶想回家了 没想到 没想到,它的身体太重了 飞不起来 小蝴蝶掉在地下 它大哭起来 呜呜呜呜 蜜蜜蜜 蜜蜂们听到了小蝴蝶的哭声 关心地问 你为什么哭啊 小蝴蝶回答 我太胖了 飞不起来 回不了家 关心 关心 蜜蜜蜂们 听到了小蝴蝶的哭声 关心地问 你为什么哭啊 小蝴蝶回答 我太胖了 对不起来 回不了家 蜜蜂们想了想 说 不要怕 我们来帮你 蜜蜜蜂们 蜜蜂们把小蝴蝶带回家 蜜蜜蜂们 蜜蜂们想了想 说 不要怕 我们来帮你 蜜蜂们把小蝴蝶带回家 蜜蜂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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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 请小蝴蝶 一起做运动 蜜蜂们 出外 采蜜食 小蝴蝶 就帮忙 打扫屋子 慢慢的 小蝴蝶的身体 不胖了 打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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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蜜蜂们 每天 请小蝴蝶 一起做运动 蜜蜂们 出外 采蜜食 小蝴蝶 就帮忙 打扫屋子 慢慢的 小蝴蝶的身体 不胖了 小蝴蝶 轻轻一飞 身体 就在空中了 小蝴蝶 快乐的说 我能飞了 朋友 谢谢你们 我以后会多做运动 运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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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蝴蝶 轻轻一飞 身体 就在空中了 小蝴蝶 快乐的说 我能飞了 朋友 谢谢你们 我以后会多做运动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分享 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终极故事 等着你们哦 每周四五 晚上八点半 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世界吧 晚安 祝你们做个美梦 咱们 废老师 小蝶 小蝶 好 感谢观看